相信《唐心风暴》这套电视剧 就算大家没看过都应该听过了 当中的剧情以海味浦为背景 讲述一家海味浦一个大家庭 因为利益所牵涉出来的争产风暴 而在剧情之中出现各式各样 沉出不狂的争产手段 而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案件 也出自于一个豪门家庭 只不过这个家庭所发生的事 可以说是绝对比电视剧更加戏剧化的 当中的真产、绑架、失踪、意外身亡等等的词语 都曾经发生在这个富豪家族当中 那到底这个家族经历了些什么 他们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大家一起跟着吴Sir来了解一下 大家好,欢迎来到Z档案 我是宠案调查员吴Sir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案件就是 罗氏家族的传奇经历 在2010年之前 香港有三大服装品牌 当中包括Bossini、Boleno、Gordano 这三个品牌几乎是香港人 都一定购买过的服装品牌 而且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市场 这三个品牌都十分热卖 大街小巷都可以见到他们的专门店 然而一个品牌迅速崛起 当然离不开创办人在背后付出的努力 而今天我们要讲述的男主角 他就是Bossini的创办人罗定邦了 罗定邦在1912年 出生于广东信德的一个普通家庭 他和香港很多富豪的法家历程一样 罗定邦的飞黄腾达 离不开他妻子的帮助 而他和妻子所担下的六名子女 分别是长子罗乐峰、次子罗淑海 三女罗家瑞、四子罗家宝、五子罗家盛、六子罗家驱 而一众的罗氏后人 在之后亦都可以说得上是功成利就 成为香港的风云人物 本来儿孙满堂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罗定邦有子女的帮助之下 应该可以安享晚年享受天伦之乐 然而随着家族的壮大 引发矛盾的可能性亦都会随之而增加 罗定邦的家人十分传统 很早就帮他安排好婚姻 所以他和妻子陈楚思是子福为婚的 而陈楚思的家境十分优越 陈家是可以扮沙厂的 而且他父母十分爱惜女女 对女婿也十分重视 婚后的罗定邦跟着岳虎打理沙厂 亦都在三年之后 罗定邦的大儿子罗乐峰出世了 后来岳虎离世 罗定邦就顺利成章接管陈家沙厂 但是当时仍然处于战乱的期间 顺德的经济已经大不如前 陈家沙厂的生意也不比往日 所以罗定邦只好另寻出路 他听说香港谋生的机会很多 可以说是遍地黄金 于是在1950年 罗氏一家就带着沙厂积累的手艺和资金 举家迁往香港了 1950年 香港直直沙厂业兴旺的时期 当时香港 凭借着英属地区的便利身份 大量出口棉纱 罗定邦来到香港之后 一开始的他 做生意并不顺利 而因为当时香港的文化和制度 和国内存在巨大的差异 所以令到他无所适从 但是所慶幸的是 他很快就得到了老乡的指点 之后罗定邦租了一间厂房 设立沙厂 再次东山再起 而他在经验和资本的加持下 陈家沙厂在香港从获新生 只不过这次就改名为罗氏沙厂了 香港的面积虽然不算大 但面对的市场就非常广阔 仿绍业从棉线到衣服 需要经历四个步骤 也即是 而沙厂所做的 就是这四个步骤中的第一步 也即是将棉花房成线 当罗定邦等到沙厂生意走上正轨之后 很快他又瞄准下一步 就是职了 他一边顺应潮流做疏绩布料 而一边利用技术经验 研发紧由软书式的针绩布料静待时机 直到1975年 罗定邦成立罗氏针绩 而且他的生意越做越大 后来还成为了香港子业的四大家族之一 在80年代尾 具有商业头脑的罗定邦 踏上了房地产行业的顺风车 买楼买地 及后跟成立罗氏地产公司 在1993年 罗家的时装品牌 保斯隆国际限公司上市了 也即是大家所熟悉的服装品牌博先尼 当年上市的时候 成为香港最大的服装零售集团 其后罗家被评为 香港最富有的50个家族之一 而罗定邦和陈楚施所但下的五子一旅 亦都成为香港城中 众人追逐的单身龙逢 只不过 当一个人有钱之后 人心就会散的了 罗定邦从身份低微的上门女婿 一跃成为香港的富商 此时此刻的他绝对是春风得意 他每次回到家的时候 当他见到人老珠王的结发妻子 罗定邦自然是怀面外面的花花世界 对啦 但他又不敢留于表面 畢竟自己是靠着老婆家底和手艺发迹的 更何况 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 亦都是妻子 一路陪伴自己走过去的 但罗定邦觉得 外面的花花世界多姿多彩 他又怎样可以错过呢 面对诸多的诱惑 他的内心开始动摇了 俗语都有说 兔子笔是窝边草 而罗定邦就偏偏不信这个道理 他首先从自己的女秘书身上落手 一个是城中有钱有地位的富豪老板 一个是年轻马美的小秘书 而这一段仿如电视剧情节的关系 两人自然很快掉入不良的关系之中 而且这个美女秘书 后来还为罗定邦 但还有一个私生子叫罗家 随后亦都成为罗定邦的第七个后人 只不过子始终是包不住火的 这件事最终都是被妻子陈楚思知道了 面对丈夫金屋藏嬌 还有一个私生子 陈楚思十分愤怒 还有传闻说 他知道丈夫出轨之后 不单止言语恐吓女秘书 还带着几名标刑大汉 上门去到对方家中实施报复 事后女秘书找到罗定邦主持公道 但很明显 罗定邦对他只是玩玩一下 这个时候他都自身难保 又怎能顾及到对方呢 于是罗定邦给了对方一笔分手费 想要和对方一刀两断 谁知女秘书一时想不开 竟然在家中烧炭轻生 最终留下儿子罗家添一个人 而当时的罗家添只是幼童的年纪 而罗定邦作为他的亲生爸爸 他想将这个私生子认祖归宗 但他虽然有这样的心 但没有这样的胆 更不知怎样向妻子开口 当时儿子罗淑海就出面 他劝解妈妈说 现在第三者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外面也传得很难听 不如你退一步 将小朋友带回来 顺便给爸爸一个落台街 陈楚思考虑过后 都觉得罗淑海说的东西 很有道理 于是将私生子罗家添带回大宅 自己抚养 而罗淑海的这番表现 不单赢得妈妈的理解 又送给爸爸一个大忌人情 这个时候有他 亦都成为这么多子女之中 最受厚望的一个 按道理来说 老一辈的人 应该都是比较重视家中的长子 但罗定邦就不是这样 他反而更偏心二子罗淑海 据说长子罗乐峰 三岁才开始懂得说话 而二子罗淑海 四岁就懂得读书 七岁就熟辈堂诗诵前三八手 更被人称为神童 虽然这两个儿子 都是罗定邦亲自调教的 但身为父亲 罗定邦就更加宠明灵力的罗淑海了 而罗淑海之所以得到爸爸的独爱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可能 因为他更加明白爸爸的想法 懂得看人眉头眼压 官人愿眉 还经常哄父母开心 因此相比于由神童之声的弟弟罗淑海 哥哥罗乐峰在爸爸的面前 就几乎成为一个透明人 一般吃力不讨好的事 就会交给他做 而这样的日子 罗乐峰早就已经满腹怨气 罗定邦对儿女的偏心 只好令到大子罗乐峰放弃家族生意 最后带着妻儿离家出走 罗乐峰用爸爸给一笔钱 自行创业 之后靠服装代工生产发家 后来闯立晶圆国际 更加成为全球最大的服装製造商之一 晶圆集团主要的业务 是服装定制生产 集团发展到现在 已经成为世界少有几个 服装委托加工的核心业务集团 就连我们熟悉的H&M Unical等等的快时尚服装 都会由罗乐峰的公司生产 但出以对爸爸和弟弟的怨气 晶圆集团自从设立以来 就是一个潜规则 就是绝对不接博仙尼的订单 相比市值64亿的晶圆国际 罗定邦创立的保斯隆国际就相差甚远 保斯隆国际的市值就只有2.6亿 两者相差30倍 后来罗定邦子的回应说 陆峰子的人品好 但在做生意上 连弟弟的一半都说不上 由此可见 就算事实摆在眼前 罗定邦也是很明显要偏心弟弟罗淑海的 大哥出局之后 罗淑海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太子耶 罗定邦也慢慢地 将一些比较重要的项目交给他管理 而罗淑海为了准备获得父亲的信任 据说他曾经安排一个叫张美林的年轻女子作为爸爸的生活秘书 而罗定邦不但无前居可监 更对这个秘书毫不抗拒 当他们两个人发生亲密关系之后 没多久就剧情重演了 张美林有了罗定邦的BB 得知阿姨后母唯有身孕之后 罗淑海知道这一伙偷鸡不成舍拿米 他一来担心这个在肚里的BB 会抢走爸爸对自己的宠爱 令到自己将来获得的财产缩水 二来就是如果妈妈陈楚思知道 自己介绍情人给爸爸 这样一来 一场巨大的家庭风暴 相信是绝对无可避免的了 而且极有可能会危险到自己的地位 于是罗淑海就想尽办法 他夸大旗词 将前一任秘书的下场 讲给张美林知道 在警方之下 张美林最终答应 拿着罗淑海给一大笔钱出走他国 完全消失在罗定邦的身边 解决了小三的隐患之后 罗淑海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他又想逼走善于投资的四弟罗家宝 于是 罗淑海不断在爸爸身边说弟弟的坏话 表示罗家宝有财务问题的嫌疑 他又拿出罗家宝在酒吧买醉的相片 向爸爸告状 说弟弟的私生活不检点 当然 最后罗淑海的目的达成 罗定邦开始对儿子罗家宝有所避忌 做到暗算后的罗家宝 在一气之下 和大哥一样离开家 督之成立百乐集团 后来 更加成为香港地产业的炒地皮大王 此时此刻 罗淑海 终于都可以彻底坐稳继承者这个位置了 他心想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自己肯定可以拿到最大份额的财产 然而罗定邦最偏心的 竟然不是儿子罗淑海 而是那个从未见过的私生子 也就是那个远走他乡 消失得无影无踪张美林的儿子 那罗定邦对这个私生子 可以偏心到什么程度呢 在罗定邦离世之前 他应立校围捉 将财产分成三份 一份用来做慈善 一份交给儿子罗淑海管理 用于资助罗氏家族的后人 还有一份 竟然留给那个素未蒙面的私生子 也就是说 罗定邦那个未见过面的私生子 自己可以独享一份降压的遗产 其余的子女就要共享一份遗产 而且其他人想要得到遗产 就必须要经过罗淑海的同意 直到1996年 罗定邦离世 留下了十亿的遗产 于是 罗氏一家 就开始长达十多年的遗产生奪战 当罗淑海看到遗族的内容之后 他惊讶之余 还觉得匪夷所思 因为这么多年来 自己在爸爸面前步步遗形 目的就是想成为遗产的最大受益人 但是结果到最后 还不如一个未见过面的私生子 罗淑海不甘心 于是他通过律师 通知其他兄弟姊妹 表明说 爸爸只要求自己 尽量管理大部分的资产给罗氏子孙 并没有规定他一定要遵守 而他的言外之意 就是罗淑海觉得 这份遗产是爸爸给他的 自己有权力 决定给不给其他兄弟姊妹和他的后代 而对于留给私生子的那份遗产 据说 张未林曾有带儿子回来争夺家产 后来经过十多年的遗产大战 最喜欢罗淑海败数而告终 随着罗淑海败数 罗淑海败数 罗氏一家的兄妹感情 可以说已经4分5裂了 而罗家最重要的产业之一 博先尼服装品牌 亦都开始逐渐走下坡 曾经分店遍及整个东南亚 甚至远销中东和欧美的大品牌博先尼 如今它以三折的价格 被中国体育品牌李宁收购了 在之后 这个家族就好像中了魔咒一样 厄运连连 当时香港最有代表性的鸿门绑架案 应该就是罗家的飞蛾山绑架案 当时被绑架的对象 就是罗家区的其中一个女儿 叫罗君仪 2015年的4月25号 7名来自大陆的杰匪 由深圳池商城镜来到香港 经过半个月的策划 他们潜入西贡清水湾的一间大屋行劫 绑架了屋主罗家区的女儿罗君仪 案发之后 香港警方收到报案 并且部署拯救行动 罗家区为了救出的女儿 交出了2800万的负金 从绑架到交收负金放人 罗君仪在被绑架的山洞里 一共度过了4天的时间 大家都不知道 他在这96个小时里 到底经历了什么 罗君仪被负回之后 绑匪类次释迫警方的报房而逃脱了 5月3日 其中一名疑犯在罗湖出境的时候 被入境处发现和扣留 及后被警方拘捕 其他同案的犯人 也在后来陆续被中国公安拘捕 涉案的一共有9名人士 最后 香港警方在中国公安协助之下 陆续赚到2800万负金 这宗案件最终只是损失了 绑匪在逃亡时候 所花费的11万 经过这一场惊心动派的绑架事件之后 罗君仪借着强大的信念和勇气 慢慢走出阴霾 现在她的生活已经重回正轨 然而在5年之后 也就是2020年 香港一名洪门千金 去到韩国整容 之后 因为医生在手术当中出现问题 最终令她意外死亡 而这位35岁的豪门女子 就是罗君仪的亲家姐 罗贝仪 也就是罗家区的另一个女儿 新闻播出后 大家都觉得 富家千金罗贝仪 年纪轻轻就意外身亡 十分令人唏嘘 但更令人出乎意料的是 罗贝仪的丈夫徐英龙 她对妻子意外身亡的反应 事件发生之后 罗贝仪的爸爸罗家区 觉得女儿死得并不光彩 她要顾忌豪门面子的问题 想要低调处理这件事 但是徐英龙就表示不同意 她将罗贝仪的死因 告调告知香港的媒体 而她的目的 就是希望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 向着用医院施加压力 要求医院赔偿一亿的费用 徐英龙当时所用的理由十分荒谬 她表示 妻子的离去 令她无法继续享用妻子的收入 而且亦无法继承恶府的财产 女婿的百般计算 彻底激怒了 仍然在悲伤之中的恶府罗家区 她大骂徐英龙 并且说 一分前都不会给你 最后 徐英龙才撕消对整容医院的控诉 一件件戏剧性的事件 发生在罗氏一家 真是可以说 这个家族真是够稀奇古怪了 如今 罗家的这场闹剧 都算彻底落后为莫 果然 豪门世家的命运 才是最戏剧性的存在 不到最后 都很难看得出 谁才是真正的最后赢家 其实 罗氏家族在讲过豪门之中 都算是一个比较低调的家族 如果没有听过这些故事 或者很多人都只是知道 博先年这个牌子 现在已经不服当初的原因 可能就是钱作怪了 大家族的命运 总是跌当起伏 也都因为财富 就足以令这些名门望族 而一世都要在罪光灯下生活 伍尔认为 教皇万士兴 这是永远不变的道理 多年以来 罗氏一家花费心思争夺家产 对自己家族的生意不上心 也都不思进取 所以最终得到这样的结局 而且还搞到整个家族 四分五裂 俗语都有说 和气身材 一个家庭的内部矛盾 不单只会影响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 也都会影响到家庭的经济状况 和社会声誉 而罗氏一家的经历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财产可以分开 但是亲情是无法分开的 当面临亲情和财产抉的时候 我们要记住 千金散尽还负来 钱是可以再赚的 但是珍贵的亲情 失去了就很难再拥有的了 大家对这件案件有什么想表达 想评论的 欢迎在留言区里面告诉吴Sir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 请你给个like我 还有订阅Z党我吴Sir的频道 吴Sir也新增了会议制度 希望可以制作更多优质的影片 以及会议一线看和专箱的片段 希望大家可以热烈支持 若然吴Sir最终的案件 可以引起你的功力 请你动一下你的手指 用Superfans支持一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